作为一个消费者 在买车的时候 有没有深入的思考过一个问题 就是我凭什么会选择这个品牌的这个车型呢 一款车它有着可能美妙的外形 漂亮的内饰 精美的材料和细致的制造工艺 高超的科技等等一系列 但是最终它消除人们内心疑虑的东西是什么 是让人们对它产生信任 这种信任是来源于确定性 如何去建立这样的确定性呢 透明度越高的厂家 他越敢于有这种自信 来建立人们对他的信任 如何打开透明度呢 你要敞开你的大门 让人们走到门内 去看到里面的风光 欢迎收看 夏东平车 今天凭这家工厂 宝马 宝马它在中国已经形成了一个传统了 就是它每建成一座新工厂 它就会把工厂打开 第一时间让媒体到里面去参观 把工厂的整个全貌来对外介绍 我想这其实是它已经完全认识到作为一个全球的高档品牌 它能够做到高度的透明化 让人们第一时间看到它的新工厂里出现的产品 从而来建立市场对这个品牌的信心 这一次也是全新的一个工厂开张了 它的新概念是什么呢 就是宝马的所谓的iFactory生产战略 意思就是智慧型工厂这样一个生产战略 宝马投资150亿 在2022年建成开张的一家最新的工厂 这家工厂恰恰就是所谓的iFactory生产战略的一个全新的范例 宝马建在沈阳的工厂 都是用当地的地名来做工厂的名字 这次有个小小的改变 这个里达也是来自于当地的一地名 里达村 但是它把字改了一下 把那个姓李的李改成了李成的李 寓意就是所谓的家在中国李成必达 那这家工厂呢 现在是专门用来生产纯电动i3 而i3在全球的唯一产地就是里达工厂 里达工厂的格局啊 跟铁锡工厂布局啊 几乎是一样的 所以在建筑布局上 它是围绕四大工艺来做的 当你走进这工厂大门的时候 你就会看到主楼 主楼进去之后 你就会发现半空当中有一传送带 从涂装车间出来的 空车身会从这个传送带上 向总装车间传送 既是一个生产流程的过程啊 又是一个展示的过程 这样就可以把生产的过程和对外宣传很好的结合在了一起 主楼里面聚集了整个这家工厂里最主要的工作人员 工厂师管理人员等等 他们都在主楼里工作 可能比在四大工艺流水线上那些人数还多 因为现在的自动化程度变得非常非常的高了 进到这个主楼里之后还会发现一点 空调系统 其实是来自于太阳能的电力 清洁能源 让外面进来的空气 经过过滤让办公空间里保持着非常清新和洁净的空气环境 之后就是围绕着这个主楼展开这个四大工艺啊 四大工艺是从主楼的右侧 是冲压车间开始 冲压车间呢 面积并不是特别大 在那呢 你就会看到把这些卷形的钢板展开 裁切 然后再进行冲压 冲压完了 直接进入到车身车间 在车身车间里焊装之后 这些车身就会进入到一个存储的仓库当中 这个车间就是让冲压焊接好的白车身 能够暂时储存到里面 它能储存500个车身 然后呢 这些白车身进入涂装车间 在涂装车间里进行涂装 涂装车间正好位于主楼的后边 涂装完了之后 作为展示的喷好漆的车身 就会顺着传送带进入到总装车间 自动化程度极高 之后在总装车间里进行总装 检测 检测完之后 成品车就出场了 然后在物流系统之下 送到用户的手里 里面所包含的新的智能 新的能源利用的思想 和新的生产效率 都是更高技术水平的了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茜 我们去看一个厂家的工厂 像这么大体量的东西 从哪些角度去欣赏或者理解它呢 三个切入点 就是能量 信息和物质 那么能量呢 就是现在的减碳 一进这工厂 你就觉得绿化的程度特别高 绿化程度越好 就能够帮工厂去抵消 相当一部分的二氧化碳的排放 同时呢 水资源 一个工厂对于水的使用量 是非常大的 而水对于整个人类社会来说 是一个能量的命脉 你如何去利用水呢 使用水的过程当中 如何让它保持洁净呢 这才是一个工厂要做到的 那还有什么地方 那工厂一定要减少碳排放 最重要的是 你要用可再生能源 太阳能 进入到宝马的工厂 你都会看到一个景观 太阳能的光伏发电设备 虽然太阳能发电需要的 日照的面积非常大 一个工厂很难满足 用电需求完全来自于太阳能 但是这些太阳能 帮助了一个工厂 在日常使用的很多电力 比方说办公室的电力 办公室里面的空调等等 在这些部分 它能够起到很好的作用 那再一个就是能源的使用效率 立达工厂主要的解决方案就是采用天然气 天然气能够让人用最高效的方法和最捷径的方法去使用它的一种化石能源了 它要把天然气转化成电 它是一个造电动车的工厂 所有的机械装备在运转的时候都是在用电 比方说它的生产线上那些机械手 更加直观的一些东西是电动的智能的零部件的传送车 称为AGV 它就像是一个带轮子的机器人一样 需要传送的零部件拖在它身上 然后把它送到相应的位置上 对于能量的高效使用还来自于回收 宝马还要实现的一点 就是对电池的闭环回收 现在所有的电动车都躲不开的一件事 就是它要使用重量和规格都非常大的动力电池 而制造动力电池本身消耗很大能量的 同时还用到了很多贵重的金属材料 当它变成一个电池之后 如果不能有效的回收 它还有可能造成很严重的环境污染 所以实现电池的闭环的回收 是电动车企最终要承载的历史使命 所有的销售出于的宝马的电动车 将来的动力电池到了一定年限 从车上退役下来之后 它将被完全回收回来 如果这个电池还具有使用价值的话 它将作为这些电动AGV的电池 另外还作为储能的电池 如果最终要退役了 所有的这些贵重的材料 将被送往宝马的动力电池的制造商处 让它循环使用 保证不对环境造成任何的污染 除了能量之外 就是信息化 信息化这一点 在理达工厂里你有很多细节上 有特别生重的体现 你比方说原宇宙我们很早去参观高档品牌厂家设计中心 在他们的设计中心里就已经开始了 计算机模拟设计 它在虚拟空间里设计一辆汽车 这样就可以把位于世界各个角落的设计中心的人 大家一起聚集在虚拟的设计室里面 大家一起讨论 一起来研究一辆车的设计 而在制造工厂里 就是视觉增强系统 工厂师戴上一个视觉增强的眼镜 当他去要操作机械设备 去进行维修或者调整的时候 在眼镜里就会提供指示 让他操作哪个部分应该如何去操作 同时呢他的耳机里还会和控制中心的工程师 进行一个交流 他可以通过现场工程师戴的眼镜 摄像头上面所拍摄下来的画面 来跟他一起交流 总部人还可以查阅各种各样的数据 和各种各样的资料 而现场的工程师在执行操作 这些技术其实就是元宇宙的实际的应用 这就是信息技术 另外呢就是你如何高效的去管理 一般说物流管理啊 应用信息技术是最直接了当的 物流是一个相当复杂的 而且规模特别大的事 但是如果你能够通过信息技术 对它进行电脑程序化的管理的 那它效率一下就提高了 一个制造工厂 它的物流是这样一种情况 就是所有的原材料从外部先运进来 然后要有一个储存的空间 运进来之后 它要分发到各个生产的环节部门上去 当汽车制造出来之后 这汽车要重新再去分发到经销商处 从经销商处再去分发到每一个用户的手里 其实这是一个物质流 但是你如何去管理这个物质流呢 靠的就是信息技术 而且在这个信息技术里 你还要有着很强的能量管理能力 也就是说我要用这些设备尽量的电动化 尽量的用绿能 你比方说我所有的零部件会到理大工厂来的时候 它肯定是先通过列车过来的 而这个列车它现在已经是电动机车 当这些集装箱被马放到了场地上之后 运送这些集装箱的拖车 由于行驶的路线相对于固定 那他们就能够更大范围地去使用燃料 电池轻动力和使用自动驾驶 在堆厂当中操作这些集装箱 马放和转运的插车电动 由控制终端操作实力人进行无人驾驶 当这些工程机械能够进行一种 智能化的无人操作的时候 不仅仅非常安全而且效率也变得非常的高 还非常的绿色了 之后我们就看到从生产环节 再分简到各个生产点位上的AGV 零部件都放在一个拖架上 它就会移动到拖架的底部 然后把拖架拖起来 再运送到生产的点位上去 对于我们的汽车用户来说 特别关心的一点就是 就是你这厂家能生产出高品质的产品 一个厂家如果要生产出这么高品质的产品 同时他必须要让他的生产成本得到有效的控制 否则的话你能拿到很精致的产品 那是精致产品 昂贵到我们消费者买不起 那肯定也不行 品质要提升 成本还要得到控制 甚至还要下降 这种精准的管理仍然也需要信息 比方说咱们到总装车间去参观的时候 最值得看的一个工位 就是所谓的婚礼工位 这个婚礼工位是干什么的呢 就是把上半部的车身和下半部的底盘悬挂系统 动力总成这一套系统 把它合而为一的地方 在里达工厂里 当然它是电动车的生产制造 所以这个生产工位呢 就是把整体的动力电池和上半部车身 合而为一的地方 还有一个地方就是质量管理 质量管理可能是普通用户最关心的一件事 就是一边制造一边检测 绝对不能让有任何瑕疵的产品从这个工厂里出去 首先呢 就是对喷漆质量的检测 焊接质量的检测 一个白车身当它制造出来之后 首先要对焊接的品质进行检测 全部都是激光扫描 精度能到0.016个毫米 同时呢 在涂装车间喷好漆出来之后 还要再进行一道检测 检测它漆模的厚度是不是够均匀 精确度能够到多少呢 0.028毫米 最后当一辆车总装完毕之后 在里达工厂里有一个检测中心 这个检测中心呢 是宝马目前在全球首家高度集成化的验证中心 这个验证中心它主要是用来验证 装嵌工艺的精细度 整个车的工艺的精细度 或者说它的误差的测量 涉及车身各个部分 各个方面的项目 都可以在这中心当中一次性的检测完毕 世界其他地方的检测中心 它还是要分开不同的地方来做检测的 所以它能够保证出来的产品 在原地就进行了 它要进行的所有的质量检测 总装车间里来看到很多有趣的装备 比方说外骨骼的使用 比方说3D打印的手指套的使用 把它套上之后反复去摁这些摁扣的时候 它都要用力 那你发现很好用力 而且很容易把它们都摁紧 同时你可以不停地摁很多回你的手 骨骼肌肉也不会受到任何损伤 还有就是家具 你看以前总装的车就是放在一个流水线的传送带上移动 人不停地改变自己的姿势去往车上装东西 但是现在你会发现 有了吊装的一个装置传送带之后 你发现是车在改变姿势来迎合人的操作 当然要说到这些 你不能不提的人工智能这一块 车身车间里你就可以看到这一点 因为车身车间自动化程度非常非常高 全部都是机械手在操作 他要有一摄像头 他能去看他要取的那个零件 他也能够非常准确地把这个零件抓取出来 那么这个零件有可能摆得不那么整齐 工程师就会通过一个操作的设备 去帮助电脑对号入座去识别去确认 人工智能就接受了这个信息 将来他就能够准确地去判断了 即使这个零件放的不整齐 他也能够非常准确地把这个零件抓取出来 好马的里达工厂首先建在中国 我觉得他的态度已经表现得非常明确了 就是把整个的生产中心向中国转移 而且对中国市场投以最大的信任 和对它的未来以最大的看好 从我们普通消费者角度上来讲 其实我们很难去评价一个工厂的所谓优缺点 因为这是一个特别专业的领域 那你说看一个工厂它有什么意义 我觉得这个意义就在于透明度 透明度是个中性词 它只是把我直接展开让你看到我 好坏都露出来 所以一个厂家如果他敢于用高度的透明度 来向外界向用户展示它 就说明他对他自己有足够的信心 那我们如何去评判呢 我觉得就是从我说那几点 物质 能量和信息这三者 考察这个工厂 你一定要给它赋予一个时间轴的纵身 就是它是物质流 能量流和信息流 它不断的在发展和变化的 而当你去看到这个工厂的时候 你会发现它实际上 体现出了一种平台化的思想 这种平台化的思维就在于 我为物质流 能量流 信息流的不断演化 不断的提升来打造了一个平台 在这个平台上 物质流 能量流 信息流 互相承托 互相促进 一起创新 这平台都可以提供支持 在未来这家工厂能够实现碳中和 能够实现使用更高效的绿色能源 能够实现高度的智能化 比现在更绿色 更智能 更高效 好 感谢收看 欢迎关注T车邦只为 爱车的你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